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思穎 今天是常年期第13周的星期四 我们一起来读《马豆福音》第9章1-8节 今天的福音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迹 只能躺在床上被人抬着的瘫痪者 来到耶稣面前 不但被赦了罪 还获得了被治愈的奇恩 而在整个事件当中 有几个配角人物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经师在心里说 这人是谁啊 凭什么赦罪 但是整篇经文的叙述里面 都没有提到这个瘫痪者的罪 是什么 我们也无从考证 耶稣究竟赦免了他的什么罪 这些作为奇迹的旁观者 这些经师 真的知道这位瘫痪者犯了什么罪吗 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生活 常常也是这样 我们批评电视新闻里面的社会案件犯罪者 批评跟我们价值观或者是政治立场不同的人 批评在生活当中跟我们做事习惯 或者是想法不同的人 不管对方如何 我们心里早就认定耶稣 早就认定对不起这一句再来一次 不管对方如何 我们心里早已认定对方是有罪的 死刑存废议题 讨论了非常久的时间 而绝大部分出狱的更生人 也遇到一个困难 他们想要重新站起来 过一个新的人生 但是 要找到愿意接纳更生人的工作 谈何容易 他们的人生 好像跟今天的主角一样 被瘫痪了 我曾经在台北的少年关护所 担任辅导志工大概两年的时间 遇到非常多破碎的家庭 破碎的心灵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次 另外一位志工老师在前面上课的时候 我坐在最后面 发现有一个男孩子的表情 非常扭曲猙獰 我在里面科研的同意之下 我让他坐来我的旁边 聊聊发生什么事 那四十分钟里 绝大多数 是令人窒息的沉默 他的双拳紧握 上面布满青筋 他从咬的死井 努力克制情绪的牙缝当中 勉强告诉我 他怎样在上一次出去的时候 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好人 但没有一间店 愿意让他打工 学校也不让他回去 女朋友更跟他的好兄弟一起背叛他 最后 他吐了一口长长的气 对我说 老师 像我们这种 十七岁就没有救的人 还能期待什么 我们其实当时相对无语 然后他说 谢谢老师 我感觉好多了 我愿意再努力一次 每一个人生瘫痪的人旁边 都有许多旁观者 无论是犯过错的人 或者是非自己的意愿 却生病的人 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旁观的精师 我们现在社会说 正义魔人 他们需要的是陪伴者 正如福音当中 这个瘫痪者由他的朋友们 抬他来到耶稣面前 让他与耶稣相遇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自己 从精师的角色当中 转变成为陪伴者 朋友的角色 不问他过去犯了什么错 只问他 你想不想重新站起来 给他一句 我相信你 耶稣说 你的罪赦了 意思是 我医治了你过去破碎的关系 现在 你可以开始重新去爱与被爱 虽然赦罪的权柄在天主 但是我们却因而分享了天主的爱 而有了治愈人心的能力 让我们用我们的嘴 我们的行动 让人重新感受到爱与温暖 就是参与了耶稣的遗旨过程 跟他一起 让世界更有爱 祝大家平安喜乐 光企社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 可使用邮政划拨汇款 收款护名 财团法人 光企文教试听节目服务社 邮播账号 00035511 本节目由光企社 媒体浮船 以爱还爱影音工程计划 赞助播出 2020年 耶稣会是南淮人传 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 请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电架02-2771-2136 转200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